最近关于贾森基德可能加盟胡人 取代沃顿成为新主帅的留言越来越多 虽然胡人官方没有任何表态 还有知情人辟谣称胡人对基德兴趣不大 但基德想来洛杉矶的心情是真的 最近基德做刻意SPN电视节目 大方谈起了对指教胡人的兴趣 我很想重新指教 不管是去大学还是NBA都行 他说 但事实上基德还是愿意等常规赛结束赛做定夺 他现在手上还有母校加州大学 伯克里分校的率为邀请 被人需要的感觉很好 他说 我会保持耐心 如果有指教机会我会抓住 如果没有我也可以做点别的 比如来你们ESPN这解说什么的 基德还说 沃顿这赛季在胡人指教的很不容易 他真的做的挺好的 基德在NBA积累了不少的指教经验 他在纽约这样的大球师工作过 也跟字母哥这样的巨星合作过 对于指教胡人 他是非常期待的 胡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球队之一 如果有机会去胡人 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 勒布朗来胡人之后 肯定是希望立刻赢球的 虽然如此 但我觉得沃顿这一年 还是做的挺不错的 基德说 在本问到是否愿意指教勒布朗的时候 基德说 他是最强球员 我当然愿意 他总能让球队变得更好 做他的队友也必须格外努力才行 如果能指教这样的球员 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以前我指教胡子母哥 希望接下来也有机会指教这样的巨星 对我来说 感谢观看